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武士隊 卻在本屆U12世界盃少棒錦標賽 陷入苦戰 第三場比賽面對委內瑞拉 打擊端遭到對方壓制 全場只敲出一支安打 中場一比七苦吞敗章 連同首戰遭到中華隊逆轉 目前戰績是一勝兩敗 並互如預期 不過在總監督 盡端紅河的率領之下 本屆日本隊長身炮火是相當兇猛 主戰捕手居永又在對上德國的比賽 演出單局雙向炮 累積七分打點是全隊最多 兩位擅長打擊的日本小選手 談到首場比賽對中華隊投手的印象 不約而同比出大拇指 而同樣不約而同的 還有他們在棒球場上的偶像 那就是天使二刀流球星大鼓祥品 也再次印證了Otani-san 儼然是現代棒球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男人 這個不爭的事實 期待這群小武士能及時調整 在後續比賽重新達出好成績 我來TV台 定義 陳薇化 台南採訪報導